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团结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都喜欢 我都把我炒到军事上 我认为我大概军人 当了四十几年的军人 我在好像有军事的背景 有军事的经验 有军事的分析 还有军事的文章都有发表 其实我对政治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拿了硕士 政治学硕士 这是民国78年拿到的 民国76到78 然后政治学博士 是在民国84年到民国88年 距离现在的话已经算是25年前了 我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因为现在今年是113年 时间过得非常快 上个礼拜感觉到半个月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上礼拜是元旦假期 元旦假期刚好是礼拜一 所以已经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是半个月 待会我一样我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来做回复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谈到朝野为什么没办法团结对外 我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有意思 有网友 有这个朋友提出来要我来讲这个 大家如果有需要听什么分析 您跟我讲 我下礼拜就做准备 因为有网友现在一直在跑 电脑在那边跑 他一直在回复 您告诉我 我来做分析 因为下礼拜一的时候已经大选完毕了 已经开牌了 大家都知道 尘埃落定了 我在两个月前就讲了 这一次大选的胜负的差距就30万票以内 这是我两个月 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直接都讲 因为这是我的研判 在11月 因为现在也是元月了 在去年的11月我就已经做研判 大家如果可以回溯到以前看一些 就是30万票以内 我已经有这么说明 所以大家现在攻防非常的激烈 不管是总统的选举 还是立法委员 分区的立委 还有部分区的立委 是这个样 我跟大家提 那我们没有 我们今天学政治 我喜欢这个样 我们对很多事情 一刚开始都是很抽象 没有顺序 没有 是个模糊的概念 就是先是个抽象 我们看过 这抽象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是人吗 还是上面是山风景 还是水 还是河呢 抽象 我都喜欢把它概念化 第一个一定要先概念化 学政治 我把它概念 你概念化 把它概念化之后 就可以明确的描述了 描述之后就具体了 就具体化 概念化完毕就具体化 那具体化完毕之后 那就变成科学化 就有一些数据了 那我平常看起来这些东西 我喜欢 现在民调不能公布 从1月3号之后不可以 1月13号投票 全前10天1月3号就不可以了 那在民调的公布 这个就是个民调的数据 另外一个地下赌盘 地下赌盘是不公开的 在地下赌盘我们都打听 我们有耳朵是干嘛 两个耳朵是干嘛 一张嘴少说嘛 两个耳朵是干嘛 多听嘛 赌盘怎么样 南部赌盘怎么样 中部赌盘怎么样 北部呢 那这些赌头怎么样 这些赌头 赌头就是我们讲的赌头 抓逃 抓逃啊 这样子 抓逃怎么样 我们来问一下 这可以 为什么 因为赌盘几十亿几百亿在那边 甚至是几千万 几百万再签 输赢了是几十亿上百亿 这个钱就不开玩笑了 大家就很谨慎 多少票怎么样 那第三个呢 蒙蒂卡罗推测法 蒙蒂卡罗 蒙蒂卡罗推测法 要把历年的记录拿出来看 历年的记录 历年的记录 看来看 现在的数据拿来做分析 一做比对 蒙蒂卡罗就出来 你那时候推 这就是科学 所以跟大家讲 因为学政治啊 它有三个 第一个是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先描述 描述现在就是解释 解释完毕 最大的是预测 所以我今天预测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了 但有很多都被我抓中 但是我不太赌博 因为我认为赌是浪费时间 有时候看了 他要服调 对家 对家好像是万 看看旁边下一家 下家好像是饼 因为我看他大的样子 这个是这个 但是我不太搞这些 因为比较浪费时间 那我们看一看 今天不要浪费到这些 刚才有一个 Wonder他在那边讲 你这个骂颜德发 不给超过一分钟 我遵守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建议 这非常好 希望这些网络上 跟我互动的 我非常欢迎 我没有任何的 现在我是市井小民 深斗小民 平民老百姓 跟大家是在一起 大家有什么的 有什么冤屈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观点 跟我讲 我来跟您做解释 做分析 做报告 或者跟你做一些回馈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 这个台湾朝野 台湾朝野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事情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的问题 大家看到 这个台湾的选举 是非常怪的 南军的时候 青天白日的国旗 这个旗海飘飘 一片的这种欢腾 我到看到绿营的 一个国旗都没有 你如果在那边 绿营的那个厂子 你举国旗 你会被人家打 这个国家 怎么会变这样子 国旗不是国家的旗帜吗 国歌吗 国号吗 宪法吗 宪法规定 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中华民国宪法 上面所讲 但是不行 大家试试看 你到绿的厂子里面 一个一片都没有 大家注意看 你晚上的时候 现在晚上 因为大家都在那边造势 大家可以看 绿的厂子 一面国旗都没有 完全是大家对 欠法没办法达成共识 对国旗 对国号 对国家认同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你怎么团结 你朝野怎么样团结 今天是朝事也都一样 每个上来 大家知道 民主政治 政党轮替 一定是常态 这是民主政治的 民主政治四个条件 一定是有一个民主 政党政治 多数决 责任政治 法治政治 法治政治就是依法行政 四个条件 要同时成立 不能说政党政治 就是民主 不是 四个条件之一 北韩的人民行动党 他们人民劳动党 也是政党政治 他也有政党 怎么没有政党 人民劳动党就是政党 但是北韩不是民主政治 这个很清楚 北韩有没有依法行政 北韩有没有全民普选 有没有多数决 全民普选的多数决 没有全民普选 没有 这个大家就清楚了 四个条件 因为他有政党 他有政党 有没有政党政治 没有 有政党 但是没有政党政治 有没有两个政党在那边 美国共和党 民主党 我们中华民国的话 甚至还有很多小党 中国国民党 民主进步党 台湾民众党 还有很多小党 很多小党 我就不要主意去练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习当 那个包含日本 韩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这个英国等等 这些西方民主党 包含在东南亚 新加坡也是 人民 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 但是他在于党 他也有出来 有有些有些习次 他内阁制的 他的部长 他的是议员 国会议员兼部长 他两个 两个身份是在一起的 有的也是这样 那这样的没有共识 你怎么团结 一个是 咱们力保 主张 遵守宪法 一个是反对 一个是对宪法里面 默不甘心 一个是对国企热爱 拥护 这个旗海飘飘 旗阵飘飘 一个你 你要成一场去看 一个都没有 那我这边只是 只是在讲 大家不要真的 就到那个 另外场子 然后举了中华民国国旗 拿了一挥 一个大国旗 然后进去 我不鼓励啊 你万一被打了 你不要怪我 真的会被打 我告诉你 你拿个大国旗 冲进去看看 这个就因为不一样 选举氛围不一样 好 那现在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状况 那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团结呢 我认为大家要回到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如有真心修定 真定修定 哪个地方不合适 国父在三民族有讲 时代是在进步的 那他是不可能可以预测 往后的事情 他讲过要 要宽补缺移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 宽补啊 缺移 我总是会有遗失 同样宪法要与时俱进 大家可以修宪 可以征修 征定都可以 但是大家要 但是有一个原则 是不能改变 大家要守宪 要遵守宪法 这个不能变 就大家 修宪的修了没有 没有 但是他就是不首先 国旗他就是不要 就是这样 所以我倒认为 我比较鼓励大家 多多 多多多多国旗 我前一次去买那个国旗 一个布的 布的塑胶比较便宜 布的一个国旗 五十块 小的 我要买了几面送人 买了好几面送人 国旗 小国旗 大家可以挥舞的 布的比较好 有质感 一片五十块钱 我就去买 买来送给大家 国旗嘛 我认为国旗 我们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国旗 我认为蛮漂亮 世界各国国旗 大家看那个 世界全土 中华民国全土 还有世界全土 他的各国旗都在下面 一看 美国的星条旗 五十颗星星放在上面 但是我认为复杂了 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我认为 言简易改 一目了然 这个不是台湾设定 这是在1912年 在武昌奇异革命成功 中华民国在 1912年的元旦 这个成立开国纪念日 这个大家都了解 这个历史的东西 我就不想提 因为今天是讲的 为什么没办法团结 我就从宪法上面开始 大家就已经不团结了 很清楚 大家如果讲的哪样不对 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晚上 大家看看各个赵市场 开个昨天的 昨天在南部 在中部都有赵市场 你看 我今天看电视 我特别看 有一个党是没有国旗 他也是其他的选举的旗帜 几号在那边 飘来飘去 回来回去了 都有 他说国旗 我在找 我在特别看 有没有国旗 真的一面都没有 大概12万人 他们讲 号称12万人 那个场子 12万人 那他是号称 可能8万6万不等 他是号称 我这么讲 所以他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 不是三言两语 结构性问题 也是系统性问题 这个就比较难辩 难改 大家想想看 几十年下来 这种 这个会成立到意识形态 我就讲到意识形态 ideology 这个变成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你意识形态 你出发点就有问题 出发点后面 你没办法达成共识 这个非常的可惜 我们看一看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到现在为止 谁当总统都摆不出来 甚至大家对国歌 有时候异性蓝山 也是这样 国歌大家知道 是以前的黄埔孝训 这个孙文 孙中山 所写的 三民主义武党所中 这个一见民国 一见大同 这个大家都 朗朗上口 从国小就一直唱到大 我认为 以前电影的时候都有 大家都还起立 唱了国歌 然后有些建设 民生 教育 交通 国防 都有 排得还不错 什么中国电影制片公司 中影 我认为我们要强调这些 那我现在要去讲国外 我到美国 美国那个车子还插的 我看到美国开个车子 还插个美国国旗 心里要去飘来飘去 我开在他后面 他后面 他在后座还放个国旗 因为你在开车 你看到前面那个车尾 也有放个国旗 那个家的窗户 窗户又挂个 门口又挂个国旗 怎么那么多国旗啊 美国 美国种族非常复杂的 Yangels 萨克逊 又黑人的 这个亚裔的民族的移民 韩国 日本 中华民国 还包括大陆 美国是个移民 墨西哥最多 因为墨西哥近 对不对 墨西哥人口一亿多 他直接移民就快 对不对 现在西班牙裔的特别多 在美国可能讲西班牙语 也可以通 对不对 你看美国是个多民族 多种族 民族大荣卢 美国看大家对国旗 我跟家家户户 你看台湾 插国旗的不多啦 没有美国的数字的数量的十分之一 大家到美国 如果大家去上网 Google一下 你看看美国那个家家户户 那怎么讲 那美国是多元的 美国是多种族的 美国是移民社会啊 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啊 但是美国在这一方面 在国家认同上面 大家看了吧 美国五十个国家 美国五十个州嘛 州就是state嘛 州有州宪法 你看到没有 各州有各州的宪法 但美国他有联邦宪法 就是我要做比较 我要做比较 大家才知道 哦这个是这样 我刚刚讲台湾 刚刚讲中华民国 大家认为 这个是以管归天啊 坐井观天啊 没有 我到美国非常多次 是这个样 我不要去讲美国到中南美 不管这个沙尔瓦多 哥斯大利加 尼加拉瓜 多米尼加 瓜地马拉 你看看 这些我都会看 因为他们也是有时候 会挂他们的国际 有时候他们很穷 我刚刚讲的 这个所有的国家的 国民所的三千美元 到五千多美元 最好的多米尼加 八千美元 不到台湾的 四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不到台湾的四分之一 多米尼加是最好 最有钱的 我刚刚讲的这些 大家都知道 我讲的这些国 都围绕了加勒比海 我看国旗也蛮多的 我喜欢去做比较 你现在有做比较之后 你才不会主观 你没有比较 那你所说为何 你看我刚刚讲第一 我今天总共列十个 我现在讲了第一个 大家对宪法是没有共识的 对国旗是没有共识的 对国号没有共识 对国歌是异性蓝山的 有些人是异性蓝山 有些人是大口唱 三民主义什么的 是这个样 大家的反应 这个电脑一直在跑 大家反应逆境 我待会利用时间 我再看 第二个 执政的摊补 你摊补就没办法团结 我们把权力给你 你摊补 你捞钱 你A钱 很可恶 我最 我到他们大摊大福 我们很辛苦 我讲过 我这一辈子 当了军人 六十岁退役 我现在是个老兵 老兵 当了退休了 我对那些 我看了那些 我一直在基层 我最喜欢往基层跑 因为我自己是穷苦出身的 我童工出身 从国小开始 大童工 一个小时赚五毛钱 两个小时赚一块钱 非常辛苦 我对低下阶层 我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苦读 因为我从苦的生活 变成苦的那种 到军校里面 我就开始苦读 所以成绩上还可以 是这样 那今天执政 执政最重要的是诚信 你对 我们对假学历 你对假学历 我们对假学历 我们痛不痛恨 大家都抄 你拿这些 那就是假的 你假学历 政治人物要讲诚信 你今天 当了假学历 现在还在当官 你痛不痛恨 你怎么团结 你叫老板姓怎么胡你 你告诉我 是不是 还当官当的很有味道 还不知道 捞了多少钱 我很痛恨贪污 我们一辈子到现在为止 我跟他们开箱 跟大家 我没有拿过 非法拿过一块钱 非法 就是我贪污了 我没有 我从来不贪污 我写稿赚钱吧 我写的 大家如果有看报纸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大家就知道 大家有一些意见 我什么就不讲 中国时报 联合报 以前现在关门的苹果日报 等等等等 很多报纸都有 还有叫我写社论 有些社论是我的 但社论 写报纸的社论 我就没有版权了 因为社论是报社的 但是稿费比较多 稿费比较多 社论都是五千块起跳的 有一个人会问我 社论 那洗一篇社论多少钱 五千块起跳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这样 但是我不具名 但是是我写的 是这样 好 我就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对这些 我一个字一个字赚 我投稿 就是我自己打 有没有人说在上面说 张博士 张将军 张严廷 你那个社论是抄的 你是文章抄的 没有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跟我讲说 我的文章是抄的 我一个个打 我辛辛苦 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我认为是这样 这边任何 使我想到一个 在去年年底 12月过世的 一个刘和谦 一级上将参谋总长 他非常高寿 97岁多了 将近98岁 这个 后来有一位 有一位长官 一个中将长官 打电话给我 叫我写一篇 对他的追念的文章 哎呦 这样子是 好 那刚好 元旦嘛 元旦假期 不要不来中广 我就是自己打 结果我一个多小时 不到两个 一个多小时就打完了 一千多字 我打字速度很快 有的时候思考在前面 因为手没那么快 但是你思考已经出来了 但是手还没那么快 打那个字还没那么快 我也讲过了 我从来不用CHOP GBT 我认为那有点点 那有点点食人牙会 那有点点抄袭 我自己打可不可以 我自己想可不可以 我都写了一千篇 登在报纸上 一篇一千块 也有一百万吧 一千个一千 好 这不提了 这不提了 就是说我对贪腐 假学历 还保命三十年 哎呀这个 大家怎么说嘛 你怎么去团结 最想你怎么服人嘛 我们把权力给你 结果你在那边贪腐 你在那边假学历 你在那边保命 三十年 你什么团结 大家讲 我讲的都是事 大家应该你反过 他们没有抄袭 没有什么 抄袭很多 我今天没有讲出个名字 你要我朗朗上口 我十个使头 我讲不完 我可以背出来 今天我不把名字念出来 对不对 今天要跟大家提 那你如果打关键字 那你可以看很多 对不对 但是跟大家讲 贪腐的钱 不是入自己口袋 我们不要那么笨 他是白手套 你找那一个人 那是他的账房 大家要知道 这是有美角的 他好像没什么钱 他没什么钱 他的白手套拿了几十亿 等他哪一天退下去了 怎么会那么有钱 他很会理财 不是理财 白手套转手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多做赚钱 打工 多辛苦 外送的 我在起脚踏车 我刚刚起脚踏车过来 我说 我看他们外送还冲锋陷阵 就赚那个 赚那个一两百块 还是几十块 因为我没有外送 我也从来不叫外送 是这个样 但是他冲锋陷阵 多辛苦 就赚那几百块 所以我们看看 他们年轻人 是多么的辛苦 贪污 1997健康有活力的刘贝贝 26岁 虽然六年康复 战胜全球幼 不会不要人的幼 我美国划线了 鲜艳的小妹妹 能为康夷 能帮助消化 才变顺潮 出现精神战戒 条统起始 我美国能为康夷司 34年来 助人无助 我是刘贝贝的女儿 刘美倩 传承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我是中广 陈正清 世界上不可能再出现 有人像刘北雷 赶快打电话 08006666616 今天打电话 明天健康幸福送到家 生意新龙 发财发财 食则私储 年财开败咯 年纪限定 迎吹火跳桥 下飞佳肴 富贵红烧肉 还有高大上 鲍鱼业礼盒 送礼自用鸟香鱼 凯元价5888 快播 0800666 848 小军 我们要回节目了哦 啊 欢迎回来 时间过得好快 刚刚要进广告的时候 我这个时间 还没有到断句 断句断章 就是要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来继续提 第三个我认为是 依法行政 他有一个人跟我讲 就不要每次都骂言得发 嘿嘿 有一个人 我刚刚利用时间 在那边看 那可以啦 我认为 这个 这个也是 我讲说依法行政的事情 你没有依法行政 我们台湾法权不脏 有依法行政吗 第三个就是我讲 政府有没有依法行政 没有依法行政 没办法团结 他就按照法来走 所有人都要听法的 你不听法 那他就杀人去了嘛 对不对 他不听法 一定要法嘛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大家都清楚 对不对 我们大家来 大家按照法律来走 对不对 大家按照这样的 我们好像就跟车子 我们通通靠右就靠右啊 但有一个人他靠左边开 那你怎么办 那就罚他钱嘛 因为他不按照规定嘛 有各个规定的嘛 大家都靠右边开车 你偏偏要靠左边开车 对面上来是怎么用 对不对 规定红线不能停车 你就是要红线停车 那你怎么用 规定高速公路开110 你开150 那那多危险啊 你会吓到别人 你会找别人出事情啊 不是自己光出事 别人也会因为你的超速而出事啊 等等嘛 都就按照规定来走 110 那就110嘛 那超过了就罚钱嘛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依法 我认为依法行政要来做 你这个法治不落实 我们毕竟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有好处 当然我知道 这么有大陆的这些 这个同胞 那大陆同胞 我讲过 最起码民主政治有个好处 你可以骂 大陆你敢骂嘛 我可以骂蔡英文 我可以骂 骂颜德发赖皮 我可以骂那个 赖清德赖皮 因为他对颜德发的事情 没有做处理 所以我讲过了 他如果有处理 我叫他赖神 他没有处理 他躲在总统府 一个人拿 拿三十万 二三十万的 这个人民的血汗钱 我就骂赖皮 所以我现在骂赖皮 我骂赖皮 才有赖皮疗 赖皮疗是我之前 之前骂赖皮 我在赖皮疗之前 我就在骂赖皮了 因为他没有处置嘛 他说你告诉他 告诉他 他就会来处理 就我在 我在各个媒体都有 不是广直中网论坛 我在其他的媒体都有 都有讲嘛 就赖清德根本 是这个视若无睹 避而不谈 那我们台湾 怎么样是法治国呢 对不对 依法行政 但是按那法来走 民主有这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可以 共产国家不行 在北韩敢骂金正恩 脱出去枪毙了 拳决炮决了 对不对 都有这个权利了 共产国家不可以 民主国家可以 可以骂 只要不对 就可以骂 按那他不对啊 你要举证 我们要举证 举出这些事证 是这个呀 好不好 这个依法行政 就是没有依法行政 造成这个法权 没有办法伸张 也是最大的问题 那既然没有办法 依法行政 那变成行政权 比较大于法律 那人民怎么服 怎么团结 怎么不可能 不依法行政 人民绝对不会团结 所以是这样 那政府没有依法行政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有人讲 那个 那个严德发的事情 我就很喜欢讲严德发 甚至我敢讲 严德发败类 但是大家不要 请骂他败类 我怕他会告你 但是他告我 我就我欢迎 我欢迎他告我 他如果告我 请大家吃500份鸡排 我以后讲 我不会说 不算 不会 因为真的是 我是站在法律 可以 情理法 你可以不讲情 你也可以不讲理 但是 不可以不讲法 不可以不讲法 我讲过 你可以不讲理 蛮横无理 蛮横无理 就是他就讲无理 他要无理取闹 你怎么办 但是不可以不讲法 因为他违法乱证 所以我一直站在法律制高点 不是关我 国防部 你看 邱国正敢不敢出来面对 通通躲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是法 还不知道这是法的问题 你要邱国正 你让他们出来面对 这国防部长 他是接他的 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帮我看看 节目去解这个问题 我就是站在法律的制高点 法律 法律又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道德又更高了 对不对 你连最低的道德标准都不遵守 那你还会是遵守道德吗 那是不可能的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impossible的事情 好吧 这个跟大家提 这个没有依法行政 法权没法伸张 根本没有办法团结 这是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 都找出来 跟大家聊的 大家有什么 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做 那再来呢 就是 这个目前呢 只要对自己不利 都归罪于中共 自己讲贪腐 还有自己在那边 有逃射新闻 那是认识作战 认识作战 那境外势力又在干扰 怎么境外势力 那你有这些事情 你没有做好 你有贪腐贪污 怎么又变成认识作战了 怎么又是境外的 境外势力在那边 反正自己不对 都推到了认识作战 推到红统 那又不对嘛 你这个打太极拳 这个丢的太平 丢的这个样子 那这种 这种推脱 你怎么去团结 要先认错 错了要先认错 要先认错 这个对极不利的 自己竟然有贪腐 自己竟然有假学历 竟然自己有逃射新闻 有些花边新闻 自己竟然有那个光碟 有那个录影带出来了 在网络上都在传 竟然是事实 出来认错嘛 以后知错能改嘛 你不要一直否认 这是境外势力啦 这是红统势力 在那边这个干干在这个 我们他们讲到的 叫这个这个这个 把这个选举打乱 这边是这个样 在那边境外势力 在这边助选 在那边弄 不要 到底有还是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事实 我认为勇于面对 你既然没有勇于面对 对治理不是 通通归罪于中共 就想要脱身 那不对嘛 要勇于面对 而不是你面对才能够脱身 而不是说通通是境外势力 他在那边干涉选举 在那边在那边助选 在那边弄这个 现在变成这个样 他自己只要是对自己不利 都是境外势力 中共助选 中共戒选 就戒入的戒 又在戒选了 中共戒选 不对的 这个没办法团结 这个都是 那再来就是说 这些有很多政治 是分赃的政治 而不是专业的政治 罕架式 我看有很多的吹牛 罕架式的牛肉 这个罕架式牛肉政策 这个 这个是吹牛吗 有的为了胜血 我认为要走专业路线 有的人我看他 问他讲的 不是不专业 他这个政治人物 他要在政治上面 去修这个方面 相关的学分 什么政治制度 怎么样的运作的模式 政治是怎么样 然后这些政策要怎么去制定 怎么样是符合最大 做出人的最大利益 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些资源 因为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政治就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你要这个样子 是要很专业的 不是在那边吹牛 我看有的都是吹牛 大傻逼 这样子 这个不好 不好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要走专业 要走真正走的专业 要扩燃大工 要走入社会 尤其对这些深斗小民 要怎么样去照顾弱势 让弱势的人慢慢起来 抬起来 抢起来 拿得更具有 他的应该获得的这些资源 应该是这个样 我认为要这个样走 而不是说只是吹牛 这边漫天喊话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台湾的水果们 请准备通关 第一关好吃检测 无增田剂 配三剂 好吃营养 过关 第二关健康检测 通过SGS 或国家任何检验单位证明 过关 第三关安心检测 天然栽种 产地直送 产品责任写 过关 欢迎你们来到 好物市集 好物只卖好水果 02-2362-1968 好物市集 对你真好 黑的才有劲 白的才经典 我要黑 我要白 太差了 黑白配 才最味 好物市集 有机金箍米 黑金豪米组 有机白米和有机黑苍米 来自花莲副里的有机农场 从种植 收成到包装 完整品管 安心直送 新鲜美味 白米和黑米 就像在味蕾上跳跃的黑白剑 在我嘴巴里 美味当场 有机金光米 黑金豪米组 快上好物市集选购 过播 02-2362-1968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边 因为今天的这个反应 也蛮热络的 谢谢 谢谢卫会 谢谢你 谢谢你 也谢谢 还有这个 这个小草门 以旁观的角度来看待 今年 这个 1994跟2000年 是不一样 那个现在大家就是 要选举 就开心一下 我认为选举 我们要 我们要关心选举 我们拿选票来决定 选选以仁嘛 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 选选以仁 奖性休目 对不对 要这个样子嘛 那大家选选以仁 这一票 神圣的一票 我们看哪些人 是青年的 正直的 不歪割的 不A钱的 不官缩的 不搞白手套的 你票给他 正正的 我们就把这个票 集中给这些选举人 国家就强 社会就强 一定要这个样 你不要忘了 不要光只是自己 把你的亲朋好友 同学 同袍 同志 还有这些朋友 同仁 你办公室的同仁 还有这些长辈 兄弟姐妹 左邻右舍 楼上楼下 通通这样子 你就跟他讲 我都 我都那么多是讲 大家就 把这个正义的力量出来 下架那些 贪腐的人 一定要下架 他们吃香喝 几百万 几千万 在那边搂 我们多可怜 我写一个字 一块钱 好不好 一千字一千块 你看他们 一搂搂 几百万 几千万 你写一辈子 也没有他搂一次 他官说 或者搞一件案子 一个土地变更 就搂了十几亿 就这样了 那我们苦了谁 苦了我们 好不好 我们这一票 希望大家 动员全部 不是自己这一票 什么神仙一票 不要神圣一票 全部 所有的这些 这些父老 这个相亲 姐妹 同学 老朋友 通通都是这样 我认为大家要起来 选选一人 拿选票 制衡 把那些不好的 把它换掉 谢谢 也谢谢这个 你看 对 对 对 人的八号 就是说 张中将什么 中共界选 什么 对不对 就是他 这个 你谢谢你的 这个 这个 黄瑶 谢谢了 谢谢 我知道你的支持 除了万影 四万专 还有什么 多了 那以后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 我都平常都写 大家 我的文章 我的观点 大家需要我提什么 下礼拜 选举完了吗 13号投票 14号礼拜天 15号有礼拜一 有没有见面 我来跟大家再提 你这边有提到的 我这边我 我下一次在那个 因为 因为时间的关系 都蛮珍贵的 那还有的就是 也谢谢那个 王 他有讲到 年轻人想知道 这些贪腐 高端啊 还有出轨 录音的真相 年轻人 年轻人想要知道 大家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输入关键字 关键字 大家看看我们台湾媒体 也是个怪象 台湾媒体 台湾媒体 我们到美国 美国 你看到美国去的时候 那媒体都是讲政府不好 监督政府 台湾不是 台湾的这个媒体 是监督老百姓 监督在野党 很怪 我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 跟美国完全 南辕北侧 美国那些 你看那个CNN NBC 还有ABC 还有那些 CNN 美国 美国媒体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CBA 好多 我一看 都在讲那个政府 怎么样 怎么样 哪个政策不对 哪个什么 都这样子 都监督政府 都在讲政府 我们台湾 我一看 不是监督政府 都帮政府 政府粉饰太平 都在监督在野党 这怎么会这样 那我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看那个新加坡 一段报的时候 也是在那边讲 报道政府的 施政的各个状况 是这个样 怎么 都不会去 去讲这个在野党 在野党 他没有任何资源 他只是平民百姓 你资源他干嘛 他来出来参政 出来参选 那是他的权利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人民有参政权 人民有选举 罢免 创制复决 你有被选举权 对不对 人民的权利 他出来参政 是应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怎么会这样 那我是怎么看 那美国是监督政府 台湾是监督 在野党 监督人民去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套路 怎么变成这样 媒体都在 被行政权抓到了 媒体是第四权 独立出去的 应该好好监督政府 行政立法 司法 再来 第四权就是 新闻媒体 就现在新闻媒体 没有了 现在新闻媒体 变成政府 辖下的一个 一个传声筒 变成这样 当然我们是 武权宪法 行政司法 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但是我们这个媒体 应该出来 监督政府 勇于监督政府 不是变成政府的 传声筒 不是为了粉饰太平 粉饰政府 掩饰政府的贪污 腐败 然后在那边 乔世勤 白手套 A钱 假学历 违反诚信 违反原则 不依法行政 媒体要出来 媒体都不出来 我认为这个指标 我骂言的话 我就走 看媒体没出来 来制衡 来探索 来抽丝拨卷 把这些 你把四万个字拿出来 我们帮你公告 媒体都没有 我在那边等 媒体都要 那四万字 电脑档 我就印出来就好了 我生了一个大母哥 四万字在里面 对不对 烧成光铁 四万字在里面 是不是 是这样 所以 这边媒体 没有办法独立 也是台湾的一个 病灶 病灶 这边 那我们这边看一看 因为这个 我都要跟他回复 要不然一过去 一过了 就过了这一村 就没有那个 那我这边看一看 这边 往下面的番号 后面还有很多的 这些都有进来 清购用怎么样 两岸要和平往来付费 我认为 现在两岸要存 存义求同 要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 要这样 回归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 是在大陆南京 国民大会所制定 当然可以来探讨 来谈 我们也可以探讨 什么样比较适合 因为共产主义 毕竟是马列 马克思 列宁 恩格斯 恩格尔 这些 这些 这些他们的想法 毕竟 那我们 孙中山的 孙中山 他的三民主义 是截取欧美所长 还有 中华的固有文化 还有 孙中山的独所创获 三个融合在一起 制定了三民主义 那 中华民国宪法第二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所以我才会讲三民主义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友 民智 民想之 民主共和国 这都没有改 没有修宪 都没有改 是这样 我认为大家 可以客观的 除了恩格尔斯 不要忘了 还有恩格尔 大家去查一下 这个哲学的东西 非常多 你包含 我当然我比较重 是康德哲学 但是不要忘了 还有斯多噶学派 还有犬儒学派 还有士林哲学 非常多的 西方国家 你要去谈 那些哲学家 那太多了 包含 卡尔巴伯 太多了 这种 圣奥古斯丁 圣多马斯 这讲不完 这不是我重点 因为我今天只是回复 这些读者听众 这可以 你的建议都很好 但是因为 我可能多看了一些 多看了一两本书 因为在野党亲共 我反共 我反共 我怎么会亲共 我反共 我一直讲中华民 我反共 我都是反共的 在野党亲共 我也是在野的 人民是在野的 这个好不好 我这个 你的意见 我参考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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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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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这个还有觉得 中华民损失的 沈一鸣 这样正面圈的 中华民公共 可惜了啦 我一直讲可惜 沈一鸣 这个 他后来追证到 一级上将 沈一鸣可惜了 当初 如果听到我的建议 他稍微 调整了一下 命运可能就会改变 命运 我们人 人跟人息息相关 有的时候 今天 今天我来了中广 可能我其他的 就把他先暂停 我就来中广 跟大家聊聊天 互动一下 我很愉快 大家很高兴 大概就这样 人生快乐一些嘛 对不对 人生不如于十有八九 所以更要快乐 因为我们都会不如意 那就要快乐啊 苦中作乐嘛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快快乐乐 虽然有些烦恼 柴米油圆 酱醋茶 对不对 身体的健康 年纪大了 或者怎么样 总是有不如意 别人生官 自己没有生 怎么样 都会有不如意啦 家家有本难念的精嘛 哪一个家没有被难念的精 你告诉我 不可能的是 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精 永远 对不对 那我们就快乐一点 因为人生就那么短 就是数十寒数 算一百岁好不好 这个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 呦 这不是吗 那我们大家都高兴 我喜欢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朋友 高高兴起 快快乐乐 人生就过一辈子 对不对 就是好好地过这一辈子 精神宽康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好 那个 这个在野党亲共 我不赞成 我就是在野的 老百姓呢 很多 大家都回到 那个都 这个 回应的 都蛮热烈的 恩格斯 恩格尔 对啦 恩格尔是搞经济的 对 我跟你讲 都是经济 因为马克思讲 共产生 为什么讲 他因为 这些资本家 资本家 他是剥夺劳工的剩余价值 不然他怎么赚那么多钱 他就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 一个产品出来 有四个 四个成本 土地成本嘛 对不对 厂房 土地成本 第二个 这个机器嘛 你一定要有机器啊 才能生产嘛 第三个原料嘛 第四个人力嘛 人啊 工人啊 对不对 你有这些 厂房 厂房跟土地 你有这些机器 有这些原料 那最后人 那你从赚的赚那么多 你就是 剥削劳工了嘛 这就是讲这个 剩余价值论 这个今天不再 讲那么多 因为有人在回这个 史密诺斯啊 对对对 史密诺斯 都有啦 这个我也都 我也都读过 包含沙特啊 这些 这些 齐克国啊 这些都有啦 这些 我今天 今天不是讲哲学 我只是讲这些 名字 这个列出来 跟大家谈一下 这些 那那以后再 再再有空 再跟大家 跟大家讲 四合中 必战 不是 这个讲得很好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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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还发明 发明 发明 他因为他是NY 发明 你讲得很好 是是合中 我们希望两个人 不要打仗 大家来谈 纯意求同 大家来谈 战争 战争是杀戮 双方都会有死伤 战争没有赢家 永远记到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我们都和平 大家来谈 和平没有输家 互放相争 与庸得利 我不要 我们大家来谈谈看 纯意求同 我想过 我们大家都会 制度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历史观不一样 文化观不一样 教育的成长的背景 也不一样 太多不一样了 慢慢谈 对不对 太多了 我这边系数不完 因为我常常写文章 这些 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那这边还有就是 因为国民党 拿到中国好处 哎呀 这个我认为 这个 这个是 我跟大家讲 很多民进党的人 到大陆做生意赚钱 我知道 我名字不要说 有没有 一定有 我这样讲 大家就知道了 我不要讲出名字 对不对 不要去讲 哪个政党 民进党有没有 去拿钱 到大陆上做生意 有没有 民众党有没有 才刚刚开除一个 有没有 我不要讲名字 民众党 才刚刚开除 上礼拜开除的 对不对 大家都有 五十步笑百步 就是这样 大家都有 所以不要去讲 哪个党 哪个党 不可以 你要去讲 我就把你戳破 对不对 你提的很好 这个 对我这样去讲 很愉快 但是因为我了解 因为我是个 我讲过 我是个政治学教授 我是从硕士博士 助理教授 升到副教授 升到教授 然后有两个学校 给我讲座教授 那最高了 讲座教授 特聘教授 名誉教授 那是最高等级了 我已经拿到讲座教授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讲 很有意思 我很想跟大家互动 然后很理性互动 我不会勃然大怒 这个 生气的暴怒 不要 我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 怎么讲得很好 投降就和平了 不要 干嘛 人是有格的 凭什么 投降 凭什么 我比你强 我比中国大陆强 中国大陆14亿人 找不到一个 跟张燕廷一样 有博士 又是飞行员 又拿到教授 拿到了 我找到 马上给你五万块钱 中国大陆14亿人 我找到一个飞行员 他又是博士 又是教授 又是将军 要退伍前 退伍后不算 我退伍前 全都拿到 我要跟大家讲 我退伍前全都拿到 是将军 是教授 是飞行员 还得了42个勋章奖章 这个都有记录的 不能乱讲 大陆14亿人 找到一个 我拿五万块给你 对不对 不要讲 千万不要去侨害人家 因为今天有人讲 我才说 不然我不太讲这些了 你讲这些 搞得到有点点 在那边夜狼吃大 这个吹 这个讲自己 我不太讲 但是有一个人 在这边讲 我认为不要 不要 千万不要 我不希望大家 有那个意识形态 你今天才讲了这些 我才讲我自己 讲出来 大家 我这边不吹牛 不要去讲那些 是这个 我是反共的 这边 可能是你讲的其他了 你讲的是 讲的是其他 其他 但你不要那个 你要讲清楚一点 这个 好 那个 哦 沈一鸣可惜了 沈一鸣可惜了 对 对 那个 沈一鸣如果在的话 他现在不是 寒衣弄孙 享受美好的生活 他是为国奸躯 学洒长空 他的最后一面 我是见过了 我是见过他 最后最后一面 这边 那个我是在 在里面 我在 大家在灵堂外面 我是在灵堂里面 因为我是 那时候是空军副司令 我专门处理这些事 我只是看他 最后一面 盖起来之后就没有了 再也看不到了 这个 我在现场是这个样 我这个 因为我很惋惜 我认为很惋惜 我认为这个太可惜了 因为有人这么讲 有人这么说 我就提出来 希望星期六 人将威法范基的 袁德发送进历史的灰烬 谢谢 我对蛮有正义感的 这个 黄瑶 谢谢你 你这个蛮有正义感 我认为 大家都有正义感 社会就会进步 你 你让这些坏人 坏人 你天天听到他 骂到坏人 看到他 他就不会更坏 因为你纵容他 你放纵他 你姑息他 他会更嚣张 倒霉的就是牛 大家都不讲不讲 他会更嚣张 我都认为这样 所以我上次有一个人 在这个路上打架 我说你们不要再打了 不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他们看到我在那边 他们以为 我什么 他们会 我那时候先防到他 他向我身上攻击 攻击我马上回击 我说你们不要再打了 我把他拿起手机 他们看我那样子 吼了一声之后 他们手脚就软下来了 我是这个样子的人 我认为很多事情 大家多多一些正义的 多一点正义的力量 黑暗示力就会比较少 好吧 这边再提一下 大家 这边还有很多回应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选选以能 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出闲人的政府 1月13号就投票了 希望大家这样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祝大家 这个心想事成 每天都快快乐的 健康 看得比较少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